好,在2013年,然后他的handphone呢,每个月减少5% 然后旁边这个diagram呢,show the price of handphone in January 2013 OK,他每个月下降5% 然后,他买那个handphone a day before Christmas for her mother 所以他妈妈呢,是在12月,OK,我们知道December 25是Christmas month 然后,所以他是在a day before的话,他就24号 OK,然后他在这一边的时候呢,我们知道他的feels呢,是在generate的 所以我的generate的时候,就是一月的时候,他是500 然后他减少5%,减少5%,我的100%减5%,就是原本的95%,也就是0.95 所以我的二月的时候,他就会是500乘以0.95 所以我就有500乘以0.95 然后我这一个就会变成475 OK Each month Handphone decrease 5% each month 所以他到二月头的时候,就会变成475 然后月头的时候啊 然后我就有3月,4月,5月,6月到12月头 所以12月头的时候是多少次呢 所以我的这一个呢,就是 A等于500 R等于0.95 然后T12等于AR11 然后就等于500乘以0.95 power11 OK 所以我在这一边,我有500乘以0.95 power11 所以我拿到的是284.40 284.40 所以那个价钱就会变成RM284 就是这样而已 OK